自古以来 人类不断地探索物质的组成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 万物都是由不能分割的 微小粒子所组成的 他们称这些粒子叫做原子 但这个想法一直没有被验证 经过了很久之后 19世纪有个人叫道尔顿 他对气象观察有极大的兴趣 经由研究气体的性质 而提出了原子说 与古希腊哲学家一样 道尔顿认为物质虽然可以被分解 但却不是无穷地被分解 因此他提出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一个极小的单位 原子所组成的 而且这个原子 是当时的显微镜所看不到的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学学 原子说的四大论点吧 第一 所有的物质皆由原子所组成 而且原子是不能再被分割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原子就是物质组成的最小单位了 不可能再更小了 所以不可能再切割成一个原子更小的物质 第二 相同元素的原子有相同的质量与性质 不同元素的原子有不同的质量和性质 现在我们借由模拟的实验来辅助说明 假设现在有两个A元素的原子 和两个B元素的原子 任意取其中两个放在天平的两端 那么根据道尔顿提出的这点学说 你认为他会观察到什么呢? 根据道尔顿提出的 天平两端如果都是A元素 则天平会平衡 两端如果都是B元素 则天平也会平衡 因为相同元素的原子质量相同 但若一端为A元素 一端为B元素 则天平会倾斜 因为不同元素的原子质量不相同 第三 不同元素的原子 以简单整数比例结合成化合物 你买了一个汉堡 是由两片面包和一片火腿所制作而成的 面包和火腿的比例为简单整数比2比1 如果老板给了你1.5片面包和0.8片火腿的汉堡 你大概就不会觉得这是完整的汉堡了 化合物也是如此哦 二氧化碳是由碳原子和氧原子 以简单整数比1比2所组成的 水则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 以简单整数比2比1所组成 每个化合物组成都是如此 以不同元素原子的简单整数比组成 第四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间重新排列而形成物质 反应中原子不会消失 创造或改变 原子的种类和树木也都不变 让我们用二氧化碳的生成来详细说明 在反应前需要有碳和氧气 经由高温反应后产生了二氧化碳 来看图说故事一下你发现了什么 反应前后都有碳原子和氧原子 而且反应前后的原子数量都相同 再仔细观察一下 原子排列方式改变了 反应前碳原子和氧原子是分开的 反应后碳原子和氧原子是相连的 所以反应过程中原子不会消失 不会创造 不会改变 这在当时可是非常重要的论说 打破了当时风靡欧洲的炼金术迷思呢 让我们一起为道尔顿的一生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致敬吧 来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学会吧 最后来为你做个重点整理 道尔顿的原子说 所有的物质皆由原子所组成 而且原子是不能再被分割的 相同原子的原子有相同的质量与性质 不同原子的原子有不同的质量和性质 不同原子的原子以简单整数比例结合而成化合物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间重新排列而形成物质 反应中原子不会消失 创造或改变 原子的种类和数目也都不变 不过后来的科学家发现 道尔顿的原子说 仍然有需要被修正的地方 到了课程的尾声 给你一个小功课 道尔顿的原子说 后来背后的人做了哪些修正呢 期待你继续探索 我们下次见